各位,跟大家說一個很有趣的,你當故事聽吧,不要當真人,不是真人真事,不過其實是真人真事 就是在這次新冠病毒之中,有人說其中一種藥,本來是愛滋病,都是病毒,有效的藥 這個藥可以免得新冠病毒,所以就用這個方法去騙錢,方法是怎樣呢? 坐在那裡告訴你,我有這藥可以賣,但接著就說,對不起,我不能賣,因為不能出口,因為這些藥是管制藥物 不如這樣吧,我將它做成餅乾,然後寄個餅乾給你就可以了 做什麼餅乾呢?各位大家知道,就是天主教徒去聖堂要領聖體 領聖體就是神父給你很小塊一個蠔子,上一大的餅仔給你,放進口裡就含到肉為止,叫領聖體 這塊餅仔,就是最不值錢的東西,他就故意將它混入苦味劑,讓人覺得這個是有藥,苦的 其實是沒事的,在上海,這個騙徒被上海的公安徵破,一旦 他就以為這個故事完了,不是,因為是有人下了答,這位人士還很大手筆 不見了17萬人民幣,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吧 這個人說,買這麼多,你買餅仔做什麼?當然,他當然是自己的說明覺得,我買回來,我當然要賺回來,我怎麼會出17萬去買呢? 那他是什麼呢?他就是現在螢光幕,大家看到這位日兄了 他就叫李源,在國內朋友,我想你們會認識他的 老爺不認識,剛剛才上網看到他的資料 他在2009年的時候,就是因為他當時的紅十字會裏面的其中一個項目,小天使計劃裏面 他是那個小天使計劃的籌款人,籌到籌款又怎樣呢? 不是給紅十字會,是給自己 所以他就被迫辭職,但是有什麼起訴我不知道 那之後呢,他現在就去了美國 那大家看到這張照片,這張照片應該是他坐在他自己的車房裡 背著車房門這樣拍的 就是在車房裡面自己做個Youtube頻道 Youtube頻道也有很多人,他有十幾萬個訂閱者 他當然是想著他可以向那些訂閱者賣這些餅 而不知道這些餅根本也是假的 但對他來說沒有所謂 他有沒有效益關係呢? 他賺到錢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出了17萬人民幣買這批東西 這批東西當然沒得收 那為什麼會變成那塊餅呢? 那個原本的騙徒在上海那個 他姓瑜的,這位是瑜某 他就在公開某些渠道說 有一隻這樣的藥 這隻藥,我剛才說了 是給外資病用的 他就說這隻藥可以抵抗 防止感染給新冠病毒感染 可以免除感染的藥 但是這位李先生 就跟他買了之後 他就說不好意思 不出得好 因為現在管制的藥 不可以出口 不如這樣吧 我將它造成這些餅仔賣給你 所以就出現了餅仔問題 這個餅仔當然是給上海公安清播 而這位人兄 他自己本身已經上山多了 因為在2009年的時候 就是小天使計劃 那些小天使計劃 籌到款就是給自己 而現在他去了美國之後 他做了一個天使爸爸 他是天使爸爸計劃 另外就是他的拍檔 另一位女士 另一位女士 就變成天使媽媽 天使爸爸媽媽 他在Youtube上的頻道 很厲害 將推背圖和聖經 混在一起 就預測這個世界快會日 所以有一班人相信 另外就是他瘋狂地反共 所以可以吸引一大批 希望中國不好的人 所以他就是有一定的訂閱者 除了將推背圖和聖經混在一起 他還將中國的一些 農曆上的天之地桿 又混在一起 於是就很神化了 總之就是 我預測這個世界末日 你相信我 得救 這次很明顯 就是想買一批小餅 回來可能就是逃離 結果就是被人摔倒了 忘記了17萬 但也想在這裏上面提一提 就是各位 這位人兄姓李的 叫李源 在中國已經有案底 現在在Youtube上有頻道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 就可以笑一下算了 不需要特意對他的事 特別認真 因為有前夫 現在在國外 我想他那個天使爸爸 天使媽媽一樣在籌款 所以大家記住 這個人兄 以前是搞小天使的 小天使就是 你們各位 給錢 他放在自己的袋 現在在搞天使爸爸 天使媽媽 更大一點 更老一點 更加放自己的袋 各位 不需要特意理會他 拜拜